2013年6月15日 中国男族在合肥1-5惨败于泰国非主力青年队 随后范智一在采访中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 你叫我的 中国足球现在什么随便 回程 玩一马赛回旋 玩一马赛回旋 中国队的首尾 为主力见功的是一马赛回旋 又打入对护士身后 这三个石可能对于黄桃来讲 更多的是三条故事的传闻 已经准备了 非常不错的展开 一把手拿了回来 好的 反处有机会 就这么几个人 你赵鹏什么都在踢中位他能踢吗 踢不了 你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再下去我要输越南了 太国队输完输越南再输缅甸 现在没人输了 另一方面来说 中国队是备战 2018世界杯最早的 我已经说了 你像这样的比赛 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 你能跟我保证在17年或者16年 这样关键的比赛他能赢啊 很难的了 很难的了 务实一点 我确实什么 我把自己战术打法 足球的这个理念先搞懂 小高带的蛮好的 你把他去换了干什么 你告诉我 他在合肥输个1比5 你倒告诉我怎么解释呢 他脸脸都不要了